国定古迹物丰林家草挫为物丰林家的发基地 在九日地震时遭到重创 台中市政府完成调查规划设计后 与中央合计投入1亿2000多万元进行修复 5号举行动工典礼 台中市长林佳龙主持 多位地方明代以及多位林氏宗亲都到场见证 踢给储修复动工 将以传统工法修复 预计2019年完工 战古旗幅为典礼带来热闹气氛 随即市长林佳龙旗都为林氏宗亲 一同用毛笔在土籍上提字 象征起家 也代表物丰林家草挫修复工程 正式开工 我们请每一位贵宾也帮我们提向您的大名 帮我们提字 这是台中的大事情 那么尤其这个超厨是在丁厨的厨 差不多中了 那这个整个可以说 乌丰林家能够落地生耕 开枝善叶 跟这个地方起源是很有关系 站在丁厨的甲孙 的一份祖来祝福 也乐观其成 能够很顺利的来把这个草厨来 这个工程顺利来给它试完 市府文化局表示 国定古籍乌丰林家以草挫为中心 是下挫群落中最早新建的宅地 里头奉有祖先排位 草挫建筑群主要是由一处三合院 古仓及门楼所构成 是早期邻家重要的生活空间 因此文化局及中央一同投入 一亿两千多万元来进行修复 像一个我们传统的一个三合院 所以就是正深的部分是七开间 然后两侧左右各有一个护隆 那护隆的话 它还有比较一个小特色就是它的前面有一个小骨舱 这样子 那这边也是将来我们下挫这边最重要的一个游客中心 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希望能够把乌丰林家 下挫郭宝地园区这边打造成台湾的一个骨骑 可是以国际的标准跟国际的模式下去开放 必须要透过电脑的技术去模拟它 市府文化局表示虽然草挫规模不如林家其他宅地建筑大 但是对乌丰林家来说草挫呈现完整新盛期的乌丰林家 更代表乌丰林家下挫的重要根源 透过修复让更多人得以看见 这次修复工程预计在2019年就能完工 接着修复台中采访报道